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的来部,小伙子想要摆脱女超人的故事 一家珠宝店遭遇抢劫,犯罪分子手持重型武器 他们计划周密,迅速逃跑 警察还来不及追捕,就让他们逃之夭夭 再厉害的犯罪分子都逃不过这女孩的追捕 她是一个非天女超人 将犯罪分子连车带人扔在警局门口 可手持重型武器的犯罪分子怎么可以乖乖复发 拿起机箱一通乱扫 只见这女孩用自己的躯体挡住了子弹 她铜枪铁壁的身体,根本不怕威力巨大的子弹 也由一个剑步冲到前面,将其摔个四脚朝天 然后潇洒地离开 这女孩抓捕大道的事情 一时间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也成为男人们议论的焦点 马特是一个仅仅失恋六个月就开始另觅形怀的男人 最好的疗伤方法就是投入到一段新的恋情当中 他在地铁上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 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同女孩打招呼 漂亮的女孩从来都不好追 面对女孩的冷漠,她并没有退缩 而是继续发动攻势 突然女孩的手提包被抢 二话不说就追着匪徒跑了两条街 匪徒丢下了包独自逃跑 马特因为骂骂咧咧将匪徒激怒 人家抽起钢管朝他走过来 见情况不妙就堵在垃圾箱里 他根本不是那个肌肉光头男的对手 本以为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没想到一打开垃圾箱的盖子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竟然是自己的女神 他追捕劫匪的举动 成功服务了女孩珍妮的心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离开了 而劫匪还挂在阳台上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下一次抢劫 他一定要把人家的底细摸清楚 珍妮主动打电话邀请马特吃饭 他们选择在一家印度餐馆顾进晚餐 珍妮非常健谈 聊了很多艺术史方面的事情 马特对这件事完全不在意 闷头吃自己的 珍妮对马特十分的感兴趣 可突发的意外情况 使他不能好好地享受晚餐 他听到了千里日外 白老汇发生火灾的事情 谎称自己要去洗手间 马特趁着珍妮离开的时候 向朋友通风报信 将自己的约会体验告诉了他 海格那边遇到了白老汇着火 然而惊奇的是 他遇到了这女孩 他在天空中不停地旋转 瞬间就把坚入屋的火熄灭了 每一次都在事态平息之后 就马上离开 这次也不例外 马特十分懊恼 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吃晚餐 他也像海格一样 能够目睹这女孩的风采 珍妮匆匆回来 下巴上留下许些灰尘 显示让自己暴露 对于珍妮诡异的行动轨迹 瞬间失去了好感 这根本不是他想象的真命天女 珍妮总是有些神经质 又有些冷淡 尽管他很想摆脱这个大麻烦 但海格总是对他说 有总比没有强 第二次约会时 他带上一只玫瑰花 珍妮在心中幻想出一场爱情大戏 这让马特倍感压力 珍妮十分主动 却又好像有什么清规戒律一样 拉着他要保持克制 就连接吻都不能随心所欲 他最引以为豪的技巧 在珍妮面前成了简翻项 珍妮并没有嫌弃他 反而要帮助他精进工艺 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移动 都在巴黎的掌握之中 小鸟摄像机能够在任何时候进行伪装 珍妮和马特的结合 让家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们两个都很享受着一切 马特也从之前的必要远之 到现在夜夜升歌 一边和珍妮谈恋爱 一边又和女同事搞暧昧 这个家伙可不是一个专一的主 他感觉见珍妮的路上 遭遇几个黑衣人的绑架 这个幕后之人 正是一直在监视珍妮的巴黎 他对马特并不感兴趣 他想要关心的人是珍妮 他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珍妮的信息 马特的拒绝合作 直接让他经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将她吊在了自由女神像的火炬之上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可能 好在这女孩及时赶到救下了她 巴黎利利用了吊火离身之际 悄悄潜入珍妮的家里 找寻到一些和她有关系的东西 尤其是她发意 巴黎爱不释手 还带走了一些 马特对珍妮仔细地讲述 她近距离接触这女孩的事情 她的感觉会动起来就是疯狂 这让珍妮有些生气 任何一个女孩面对男友 说出自己疯狂都会发疯 不过马特可不知道珍妮就是这女孩 正所谓不知者无罪 他们两个街边散步 珍妮开了一个小差 顺手就像一个过马路不看车的小女孩 这也导致她被骑车装飞 珍妮可不娇气 她的一连串神操作可把马特吓坏了 自己的女友简直就是一个奇地般的存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赶快远离了人群 马特带着珍妮回到自己的家里 向她坦白了一切 她就是真正的这女孩如假包换 马特十分震惊 自己竟然和超人谈起了恋爱 珍妮让马特发足无事 不论发生什么事 她都不能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实身份 珍妮告诉她很多关于巴黎的事情 他们曾经都是中学同学 都在学校里面不受待见 久而久之 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大多数时间都耗在一起 一天他们发现了一颗坠落的陨石 珍妮出于好奇摸了一下 奇迹发生了 珍妮从一个丑小家变成了白天鹅 从此也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越来越多的男孩子开始追求她 巴黎也从这个时候逐渐的疏远她 直到最后完全不理会她 毕业之后 珍妮致力于成为超级英雄 而巴黎却成了邪派高手 马特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提出一个奇葩的请求 让珍妮带着她上天玩一圈 第一次感受到飞翔的感觉 有些些许的不适应 全程都在尖叫 珍妮和马特恋爱的时候 巴黎也没有闲着 她必胜之力于 怎么消除珍妮身上的超能力 用搜集来珍妮的头发进行实验 头发肩不可摧 即使用电剂也无法将其切割 她找了一块陨石 将能量细走后 就和普通头发没有什么两样了 十分轻易就把头发剪断了 她现在掌握了对付珍妮的新技能 马特的工作还是一样的忙碌 她和汉娜一起到工地上勘查 马特的手不小心被扎了一下 汉娜用嘴将她手里的刺吸了出来 这一切正好被珍妮看到 她不鼓不闹立刻宣示了主权 这个大渣男 白白瞎了这么好的女孩 马特邀请汉娜和她男朋友 一起共进晚餐 结果晚餐变成了尴尬的三人迂会 汉娜男朋友并没有来 珍妮全程都在吃醋 偏偏这个时候又发生了紧急情况 碎尸导弹发生了错误 任何拦截导弹的方法都失败了 马特希望珍妮能够做些什么 可珍妮不为所动 跟折旧世界比起来 似乎更愿意守在男朋友身边 汉娜不想把男朋友 留在一个漂亮女孩身边 局势在一点一点边糟 马特不停地劝说她去拯救世界 珍妮负其离开 她上天把导弹踢开 拯救了整个纽约市 汉娜和马特激动了抱在一起 都在为劫后余生欢呼庆祝 这一切珍妮都看在眼里 她知道马特的心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爱情总是让人失去理智 尽管珍妮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但还是冲着马特发了脾气 这根本不怪珍妮 马特就是一个大混蛋 她去见珍妮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 从来都没有真正对待过这段感情 一旦发现对方的不好 就想及时出身 只不过她遇到可是超人 想要脱身可没有那么简单 马特是一个怂抱 她选择去献救国 虽然没有直接说分手 却告诉人家和别人约会 是评估一段感情的重要环节 珍妮可不是没有脑子的女人 她立马就明白了自己被甩的事实 其实她出来疼疯狂点 没有太大的缺点 珍妮会让马特这个渣男付出应有的代价 生气的她 直接撞开马特家的天花板离开了 本以为离开珍妮就会解脱 没想到她的压力更大 分手的第一个夜晚就做了噩梦 时刻都怕珍妮报复自己 惊心惶惊她引起汉娜的注意 得知马特分手 汉娜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正要和汉娜表白之际 珍妮突然出现在办公楼外面 她的这种无时无刻的监视 简直就要快疯了 坏事一波接着一波 马特车被人给偷走了 不用想也知道这是珍妮做的 不然谁能够从墙上装一个大洞 放着豪车不偷 转偷她的小破车 珍妮的报复从来没有停止过 夜晚再次从她家的房顶上下来 让她看到漂浮在太空中的汽车 再这么下去 马特会疯的 她的出言不逊 珍妮在她的额头上 磕下来暴露她是渣男的烙印 她没有放过她 把马特脱个精光 让她在客户面前出丑 面对如此重大的事物 公司解雇了她 马特准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巴黎找到了她 想让她帮忙把珍妮废了 当然不是要杀死她 而是通过特殊的方法 将珍妮的超能力去除 她对这些提议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但她最终没有胆子去和珍妮对峙干 她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远离珍妮这个大麻烦 她接到了汉娜的求助电话 马特以为是珍妮在骚扰她 匆匆赶往汉娜家 结果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 汉娜只不过是失恋的 她的男朋友出轨了 现在她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马特正好符合这个超级大悲态的所有特质 她鼓起勇气对汉娜说出了心里最想说的话 她向汉娜表白了 汉娜也没有令她失望 两个人一排即可在一起 珍妮的爆分从此升级 这一次直接往汉娜的家里挣了一条鲨鱼 鲨鱼从窗户上一跃而下 马特和汉娜躲过了这些 女人发起风来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吩咐汉娜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她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不然她怎么和汉娜双宿双膝 她只剩一个人来找巴黎 无意之间看到了房间里面堆满了关于珍妮的一切 原来巴黎想要废掉珍妮 是为了让她和珍妮的关系回到从前的亲密物件 为了让这个计划顺理实施 马特假意和珍妮和好 抱着一大束玫瑰花来到珍妮上班的地方 珍妮是真好忽悠 不仅原谅的马特还答应了她晚上的邀约 这一切都在巴黎的掌控之中 马特和珍妮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半路杀出一个成咬金 汉娜来到马特的家里 看到她正在和珍妮亲热 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更糟糕的是 朋友海格还来凑热闹 要和她一起去看球赛 一旁的汉娜和珍妮由争吵也面上斗殴 关键时刻他们把石头拿了出来 珍妮身上的能量瞬间被吸走 她又变回那个普通的女孩 马尼和她的手下控制着局面 她开始奚落珍妮 为了摆脱困境 他们扭打在一起 珍妮为了恢复能量 努力地接近陨石 汉娜为了阻止她 两个人再次纠打在一起 他们两个碰到陨石之后 突然被弹开 珍妮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再次飞了起来 这一次她彻底被激怒了 她一定要为自己报仇 她把马特踩在脚底下 汉娜这时也成了女超人 她和珍妮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 注定是一场恶战 最后还是当事人马特制止这场打斗 诚恳地向珍妮道了钱 并且告诉她 他们并非两配 珍妮值得拥有被爱的权利 这个人不是马特 而是巴黎 在马特的鼓励之下 巴黎将演绎在自己心中的情感 告诉了珍妮 他们两个顺利成杀在一起 马特这一辈子都逃不过 拥有一个超人女友的命运了 毕竟汉娜成为另外一个女超人 在今后的生活里面 汉娜和珍妮拯救世界 巴黎和马特 安静地做女超人背后的男人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 我的超人女友 和女人谈恋爱很难 和女超人谈恋爱更加难 真爱生命好好相爱 不辜负每一段感情 这是一部非常幽默的爱情电影 老邮天我是分队见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